大家在討論內容農場的時候 爆料公社成立公司營業 創辦人被爆經營內容農場 其實我過去對爆料公社 我其實一開始大家都覺得 爆料公社有一些 好像讓很多的公民 在這個平台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可是現在已經影變 變成是大家被媒體引用 甚至真或假的訊息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看到 其實網路平台好像不用負任何責任 只要爆料就好 那很多主流的媒體也不去求證 就跟進去報道 今天是有一個叫做 你說爆料又有一個報廢 然後又有一個報怨 好多這種問題 這個部分我有找出來 他有申請就是從創辦人 他所申請的 他是用爆料公社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把它做成立 有近百分之九十七十外資 公司設立在英屬圍京群島 然後它裡面就有幾個商標 有爆料公社 有報廢公社 有報疆公社 有報章公社 有報戲公社 有報戲故事館 這都是它的商標 所以它這一家公司 大概就利用了這幾個平台 在做這樣的一個網路傳輸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認為 都爆料公社在一開始很多媒體 轉載好像很多的公民 可以在上面把自己的 對於政府的不滿 或是自己被欺負的部分 好像在爆料公社把它凸顯出來 可是現在因為真真假假 沒有辦法判定 然後媒體的一個即時新聞 也沒有去確認 到底它的新聞真或假 我就說 為什麼我說 我自己是受害者 當我們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然後很多新聞媒體 就直接用即時新聞播出出去 然後也沒有去問過 我們到底是真或假 盡期鎖定 新台灣加油